大家好,我是可欣 今天我为大家要制作的这道菜呢 叫做小米南瓜粥 一提到这个菜呀 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小米南瓜粥呢 既香甜又美味 而且呢 它还有一定的养味的效果 所以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菜小秘密呢 就是如何在家里面制作出既美味又营养的小米南瓜粥 首先呢 我们先把泡好的这个小米呀 入锅 大家看啊 这个锅呀可不是一般的锅 这个锅是什么锅呢 是砂锅 砂锅熬出来的小米粥 才比较滑 比较润 而且呢 有粘稠度 我们把泡好的小米放到锅内 然后呢 我们大火烧开 小火慢熬 这个过程当中啊 您要看住了 以免这个粥啊 要扑锅 所以说呢 主粥没有巧 三十六下脚 越搅动 这个粥越容易粘稠 在熬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个南瓜了 在市场上啊 在市场上啊南瓜有好多种 那么今天我们选择这一种呢 叫做狗头南瓜 它是比较粗 比较长的这种 它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容易烂 而且呢 口感是软烂的 而且颜色也是非常艳丽的 我们把南瓜买回来以后啊 先去皮之后 切成末 切成末状啊 切成丝以后啊 咱们给它横过来 顶刀切成末 我们将切好的这个南瓜末啊 放到碗里面 锅中的小米啊 已经开了 我们要不停地搅拌 好 我们下入南瓜粒 改小火 慢熬 这个过程呢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好 现在呢 时间到了 我们关火 看一下 很浓郁的南瓜的这个香味 香甜 还有啊 这个小米的这种啊 粘稠的感觉啊 好 我们给它盛到这个里面 我们下入南瓜的这个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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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南瓜粥呢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